政府略以打造香港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最高地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提出成立委員會統籌相關事務 政府會成立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員會 由政務司司長主持 統籌推進教育、科技和人才一體化融合發展 擴大銜接連貫 制定政策推動育財、匯財、科技、協同發展 同時推動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香港 政府估算未來5年各行業人力短缺大約18萬人 當局革新各項輸入人才機制以更有效搶人才 包括更新人才清單 加入推動8大中心所需人才 並擴大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大學名單至198間 計劃內高收入人才第一個簽證期限將會由2年延長至3年 另外會優化一般就業政策和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新增渠道吸引人力極短缺的指定技術工種專才來港 政府又提出在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增設機制 主動邀請頂尖人才來港發展 政府並全力推進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 包括設立香港未來人才深掃獎學金計劃 鼓勵更多本地學生深掃 透過獎學金等吸引更多境外學生來港升學 打造留學香港品牌 同時完善宿舍配套 政府將會推出先度計劃支持市場改裝商下增加學生宿舍供應 並在北部都會區預留至少80公頃用地發展北都大學教育城 市政報告也提出支持青年購買資助出售單位 防委會由下一期起為申請購買居者有期屋計劃 居屋單位的40歲以下 白表青年家庭及一人申請者分派多一個抽籤號碼 並由下一期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起 增加1,500個配額 全數撥與40歲以下的青年家庭及一人申請者 政府並加強支援青年發展 包括在啟德社區隔離設施設立青年驛站旅社 和青年文化藝術交流空間等配置 同時善用線上媒體加強與青年溝通